一只猕猴跳上铁皮屋顶 乒乒乓乓的 锁定下方地瓜摊的地瓜 拿了一个开始吃起来 在这里在这里 居民看到猕猴炮来 全都好惊讶 这里是高雄凤山北门里 过去从未看见过猕猴 最近却频频出现 也不小吃耶 很帅小啊 除了吃地瓜的 上个月25号 更出现一只母猴 非常罕见 里长说 共出现三只猴子 他的新工作 居然多了一项 抓狗 会不会觉得里长的工作 多了一样 对啊 多了一样抓猴 我刚才看着 小子就在 要给他找了 因为从未看见过猴子 摊贩也不知道 怎么防猴 但最近 猕猴进市区通报频传 从寿山开始 越来越靠近内陆 9月份就在三明区的 高一校园 猴子爬到 交学楼敲窗 11月25号跟12月14号 凤山本门里献猴州 加上鸟松区也有 汉寿山距离13公里远 两个月来通报24起 农业局表示可能冬天猴子下山觅食也太过习惯人类的食物 总共捕获8只 6只逃逸 10只未发现 现在是凡之旗 公猴也有可能迁徙 不过对民众来说 之前在寿山才能看见的猴子 居然跑到家门口 是在让大家近乎连连 三星 中文护士英 古不仙高雄报道